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你要想懂 哈囉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安安老師 很高興在這邊 又再一次地跟吳超 以及朱惠琳相聚 我們要來談動物與我 然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最新消息 那就是 吴超养了新的狗 哈喽大家好 感觉我好像缺了狗 我就没法活 所以这么快就有了新的狗 很容易移情别恋的样子 对 对好像第一集才说 就是对阿萌的走失 然后第三集已经有了新仇 阿萌会很伤心吗 不一定啊我们还是继续提待他回家 对这只狗的来历呢 其实也就没有缘的 因为阿萌走丢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是不是缘分尽了 因为我们俩还是蛮相信这种 人和很多物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机缘交错 所以我们才会相遇 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缘分尽了 但那有点伤心 可是我们在贴那个找狗的广告的时候 刚好在广告牌旁边 就有一个写的 有一只狗在寻找主人 好 我当然就马上 我们先把那个我们找狗的广告贴在旁边 他们俩并直在一起 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 可是那个人说 不是 我说我的狗是个拉布拉多 他说不是 他捡到的狗是个金毛 那我也怕他认不清认错了 我也加了微信 就把我的狗照片发给了他也是说不是真的 然后就很失望 我在贴广告的一刻还以为老天这么给缘分 然后就刚好走丢了有人在找 好 然后呢我就没有管这个事了 后来过了好多天 我们就去台湾在机场的时候 这个加了微信的年轻人就跟我说 他说 他说这个狗其实是他工厂里 一只流浪狗被工厂老板给拴起来了 他觉得蛮可怜的 他是在工厂打工的 但他以前开过宠物店的 所以他觉得这只狗蛮可怜的 每天只给吃白饭 看着很可怜的样子 脏兮兮的 吸在水里地上 然后他就问我说 能不能跟他一起假饭狗主的去把他领出来 我说可是我在机场 我要去台湾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真的假的这些情况 然后呢 我就说那你能不能找个朋友 假扮把他领出来 他说我就是没有找不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帮我 那我说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两个都走了 后来我就也没有管这个事情了 又过了几天 他当时还设计了整套方案 后来我说我不在 我也没有办法配合你 后来他就过了几天 可能我们在台湾工作快结束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狗领出来吗 他说有啊 你出来了 他就给我看视频 我就发现那只狗正在吃白菜 就很可爱 就在吃白菜的狗 然后咔嚓咔嚓 那时候我就挺有点挺喜欢那只狗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么不容易被救出来 他还说 这个年轻人还说 当时听见厨子在聊天 说我们冬至吃什么 那个厨子又瞄了一点 那个狗 他就觉得要是不把他救出来 他还估计在冬至的时候 因为广州还吃狗 他就会被吃掉 嗯 好所以他就算 我说好我回广州 我就去看 所以刚好我们是平安夜 雷天晚上工作完有时间 我们就开车去看了这个狗 而且就在我们家小区 只有五分钟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就 就这只狗 把他养起来 然后看见这只狗 就整个比我们的狗 小了一圈 是比较小的那种金毛 是个母狗 我觉得他还是蛮轻的 蛮可爱的 我就觉得 这也是 好像是特别有缘分的 就把他带回来养了 然后那个年轻人 特别爱给这只狗 走的时候 送了一大包东西给我 他给他买了全套的零食啦 背带啦 什么绳子啦 等等 而且特别叮嘱 千万不要让他走丢啦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狗 我们给他起名字叫花生 但我觉得他特别想像 花生 花生我们吃的花生 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像小狐狸 我经常也叫他小狐狸 但是也是一只特别怜人的 对啊 他是一只比较小的金毛 然后我们也养过金毛 然后那个年轻人说 因为他是个母狗 所以他已经三岁了 成年了 体型又这么大 嗯 都都都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 那他的个性也是那种非常欢天喜地的 还是说稍微冷静 嗯 他欢天喜地起来比阿萌还不冷静 简直狂喜 就在地上到处乱转 就是你们下次就可以领教导 但是他还蛮连我的 他好像感觉得到就是我更 对他更温和 更 更 更温柔 他就特别连我 在家里走哪里 他都跟着我 跟来跟去的 就这么一只好玩的狗 我记得就是在我上一只宠物狗过世的时候 然后身旁的朋友就叫我再养一只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家人都很伤心嘛 目前还不想再养 但他们就说好像他们的经验就是 如果一旦养了狗 然后停掉的话 然后又没有一个新生命牌到家庭 这个家庭就会有一点 好像欢笑声就会停止 我当时就是觉得家里有个动物 走来走去挺好的 再来一个动物走来走去 还是挺好的 把它待回来吧 所以很为你高兴 也为花生高兴这样子 花生慢慢变成一只很开心的 一开始有点害怕 可能流浪的经历吧 有还有点小心 有点警惕 大家高兴起来之后也开始会干坏事了 比如说偷偷东西啦 什么的 雕出来啊 那个上一集我们讲到 就是我去学习催眠 然后跟动物之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 然后慧玲在我们上一集录完以后 就跟我说他想说一下动物的灵魂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特别 我今天就带着那个想要听松鼠销香客就书的心情 希望会有人跟我们讲一下 我也很想哇 对那个动物的灵魂是什么 比如说像吴超啊 就是你找不到阿蒙之后 他就是他有没有来跟你传递过讯息 或者说你有没有梦到过 我好像梦到过 但是我有点记不得梦的是什么了 我印象对梦有点 除了很特殊的梦我都记不清 我有梦到过 但是我不记得了 那个夏威伦 夏威伦说他梦到过 看见阿蒙在跑 又看见阿蒙在别人的车上 所以然后夏威伦醒了就说 我觉得阿蒙应该没有死 可能是被人给骗走了 在别人的车上 对就是 就是其实我想讲的也是说 我其实一直在这么多年呢 就是跟狗啊 然后在相处的时候 我会在很好奇 就是他们有没有灵魂 或者说他们是 就是除了他们的这种卖萌的技能 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能来跟我们沟通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记得就是 以前就是我以前养的两只狗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爸妈在照顾嘛 就是以前那只16岁的 拉布拉多 还有一只13岁的吉娃娃 然后在他们两个就是都快要 就很老的时候都快要那个 可能就是有一些身体方面的疾病啊 都很衰老 而且有时候就是也会生病 也不知道这种病会不会影响他 到多大的程度的时候 就我爸都很神奇的就有做梦啊 就有一次 对啊就有一次我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拉布拉多就就是大流血 因为他他不知道就是生了什么病 反正就流了很多很多血 瘦了好多 然后后来我爸就就梦到他 他那个时候就很虚弱 然后我爸就梦到他 就是要走了就好像要离开了 但是我爸就在那边喊他 然后喊着喊着 他又就愿意就回头看了一下我爸 然后又往前看了一下 然后又回头看了一下我爸 然后最后就回来了 所以我爸就确信就是 他可能就这次不会离开 然后果然他后来就活过来了 就都很奇迹 对又很奇迹的活过来 然后另外那只吉娃娃 就是以前养的那只 我叫他猪阿乔 然后他 猪阿乔 跟现在的狗是名字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他是姓猪的 还是现在姓曹是不是 对现在就跟姓曹 就是猪阿乔应该是曹阿乔的小姨 好那个解释一下 就是曹伟是那个惠玲的先生 然后就是猪阿乔 他就是也是生病了 然后他一直都是 应该是腹部或者说 有一些这种肿瘤 但是应该有很多年了 但我们也没有带他去治 然后就快要到他12岁的时候 13岁的时候就是 他就有一天就 突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不吃东西了 然后呢 然后好像就 感觉他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 他又很活泼 然后就又到楼下去玩 然后又去看了他 就是平时散步的地方 然后那天我爸也是做了一个梦 就也是梦见在梦里面就喊他呀 但是他头也不回的就走掉了 然后所以后来 后来他可能就过了一两天 就早上起来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在想就是这种人和动物之间 应该是有很多的这种连接 然后就像我 我有一阵子也是把曹阿乔放在 我爸妈那边让他们照顾嘛 然后我经常就会梦到曹阿乔 然后我会觉得 可能他不仅是代表的是 我自己的一部分 就是我感觉他是在表达 他也在想我的 因为每当我回去的时候 虽然是我爸妈照顾他 就这样说可能他们会有点生气 但是只要曹阿乔看到我 然后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们两个 因为爱安的说法 说动物是能感觉到气场的 就照顾他和非常爱他 那个相互间的一时纠缠 他还是不一样的吗 对 就对一时纠缠 所以我觉得他虽然说可能看上去很笨啊 然后也没有那种 好像也很脸盲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记忆力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能够记住和我的这种 就是连接 然后他有时候 我还会觉得他是在表达他想我 所以后来没过多久 我就就是很坚决地要把他接回来 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把他接到我们身边之后 我真的就从来都没有再梦到过他 因为他就睡到跑 好厉害哦 他会托梦给你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他托梦吗 这个是你家族的经验啊 你和你爸爸都能接受到狗的梦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种功能 对于至少在我的理解里面 托梦这两个词是可能已经走了 或者是说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托 我没有想到他 就他就曹阿乔的功力是可以到 他根本就是心电感应嘛 就是可以远近的传送 他很想会让你身边的意念给你 对对 我觉得是他有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 可能动物真的有某种程度上这种 像巫师一样的能力 那在你研究那个荣格心理学里面 有提到说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些 这种很奇妙的部分吗 对就是荣格曾经有讲到过一个 原始人会经历的一种心灵的现象 就他把它命名为一种叫做神秘参与 就是说原始人他们 其实当他们的心灵还没有 经历过这种现代化 或者说这种很强的意识化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和大自然是一体的 或者说大部分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 自然里面发生的现象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都会让他们觉得很震撼 比如说有一个树的叶子突然间掉光了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是他的祖宗 在向他传递一些不吉利的讯号 或者说森林里面突然间出现了某一只动物 他也会觉得是跟他的祖先 或者跟他自己的灵魂是有关系的 而且在原始人的很多的这种仪式里面 他们也会去把自己扮演成为一种动物 或者说扮演成为一种植物 或者说去重现一种自然的现象 那就是也就是说 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 在不是很遥远的过去 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动物 或者说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部分 然后我在想这部分 就是根据荣格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消失 虽然说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现代人 但是这部分的心灵的残余 或者说这种痕迹 还仍然是存在在每个人的个体身上的 它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然后所以我在想就是 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或者说像安说的催眠的时候 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能够重新去进入这种神秘参与的状态 或者说在另外一些时候 比如说一些 就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个体身上 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现象 也是它会去觉得自己跟某种自然现象有关联的 然后或者说它觉得自己是 或者说它觉得自己是一个动物 或者说它觉得别人是一种动物 我觉得可能这部分真的是还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朋友他是 跟吴超很类似 他是在法国念的博士 然后是他念的是人类学 那他很特别就是 台湾有一批人叫做原住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台湾有大部分的族群叫做闽南人 因为当时是从福建过来的嘛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客家人 这两个闽南跟客家是主要的族群 那当然还有这个就是 撤退来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人 但是台湾真正最原始的住民 我们叫原住民 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张慧妹啊 她就是原住民 原住民都很会唱歌 然后很会跳舞 就是他们那种就是这种 我觉得表达自己的那种细胞特别强 比如说我们认识 大家对原住民印象就是 很会讲笑话 很会唱歌 很会跳舞 他们很会表达自己 然后每天都很快乐 他们也是很活在当下的 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原住民 那他很特别是因为他在 因为原住民有一点像 我想惠玲这个很清楚 因为惠玲是云南人 很多少数民族里都会有 族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巫师 对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他们是一个世袭的巫师 就是他祖上好几辈 都是这个族里面的巫师 那其实巫师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还有医疗的角色 也就是在原住民的这个想法里面 除了巫师要帮人消灾解恶以外 他们族里面有人生病 然后他也要去处理 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就还 在法国的时候除了学人类学以外 他还学很多这种自然疗法的东西 那他回了台湾以后 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 但同时他还继续当巫师 他当中就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巫师跟老鹰是很有感应的 比如说他可能要做一些什么仪式 或者是他觉得 接下来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老鹰飞过来 然后留下一根羽毛给他 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羽毛 出现的时间点 或者是方式 或者是他看到羽毛以后 他的内心会出现一些画面 然后去评断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 以及可能来找他的人 他是身体哪些部分出了问题 要怎么治疗 所以他说 后来他还去参加那种世界级的 就是也有那种巫师大会 你知道吗 就是很特别 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职业还有世界级的聚会 因为他说 其实全世界的少数民族 或者是原住民都有 类似的传统 所以他说 比如说他跟印第安 那边也有很多巫师 然后几乎全世界的这种巫师 他们都会跟鸟类 好像就会有很多的连结 真的很特别 有些人就是 好像他跟我说 不同的族群 就是鸟都会捎来一些消息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我曾经有段时间 很喜欢看巫师的书 对 那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人真的是 可能因为我们的 就我经常说 人像一个戒指 但是我们通常的人 在通常的这种现代环境 教育下长大 好像我们的某些建制的通道 都被关闭了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感受到 这种更加灵魂的 或者更加物与物 灵与灵之间的沟通 所以我们感受到世界 是非常担保的 当然虽然说 我不能感受到很多 就是不同的灵与灵 沟通的感受 但是其实我相信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问题 我经常说你是一个柔软和灵通的戒指 而我是个愚针的戒指 但是这个也会产生很多困扰跟困惑 怎么讲呢 因为讲到老鹰 我这个朋友有一次来香港找我 真的很特别 因为其实香港的港口 是有非常多老鹰的 但是从来没有老鹰飞到我家来过 我家虽然是住在铜锣湾 那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 然后铜锣湾也是面海的嘛 但是从来没有老鹰会飞到 就拐一个大弯飞到我家来 但是我这个朋友来我家的时候 我们家居然有老鹰飞过来 就很特别 然后我朋友好像就很不以为然的 就说 对啊 他来跟我打招呼这样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都住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只老鹰拐弯飞过来过 然后今天就有几只老鹰 就拐了一个弯飞到我家的窗台来这样 这种东西因为难以用科学化去验证 所以就变得说他们有一套标准 也会各说各话 那这个各说各话 我倒不是说某些人说的是假的 某些人说的是真的 可是你会发现好像瞎子摸像一样 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 就好像大家都对一件事情 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面 然后这时候当你身边有 很多不同的平行宇宙的人 跟你讲述同一件事情 他们看到的面相的时候 很有趣 比如说前一阵子呢 有一个男性 可以算是一个长辈 然后他就传那个讯息给我 然后他就是说 我跟他前世有一段缘分 我是他养的一只鸡 天哪 你知道吗 我还把那个截屏下来给朋友看 然后他们都超想发朋友圈 因为每个人都笑凡 他说我是他养的前世的一只鸡 然后他是一个小男孩 然后他说他回想到前世 当他抚摸我的羽毛的时候 我就会狠狠地啄他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我就很无言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把你的幻想赖到我身上来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吗 他就写说 你记得吧 你还用你的鸡眼瞪着我看这样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 看他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 好像同时有一只鸡在我身上 用鸡眼在看到 然后马上立即地穿越 回到这边 当然我后来也去问了一些 所谓可能有一些灵通能力的人 就是说这个人讲的 你们能感应吗 那他们不能感应到 但是他们讲了别的故事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跟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会有十个八个版本来说 你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历史 当然这个是所谓他们说的前世 不列入任何科学的参考 我们纯粹拿来今天作为一个讨论而已 听久了以后 我倒不是说我要去推翻掉这些 好像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 而是对每一种说法 我都是存而不论的 就是我抱着怀疑 但是我不去推翻他 那刚好我碰到一个念人类学的朋友 那他告诉我说 像他也会去参与一些 所谓宗教性的活动 但是他也不会全然地相信 我说那很特别 你是抱着去参观的心态吗 他就说不是 因为念人类学的学习也是 对每一件他看到的事情 都作为一个观察者 但是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入的 进去 但同时又保持一个距离 那至少对我来说 我觉得目前 我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 perspective 抱着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吧 然后去看待灵性这个事情 可以回应一下 安和吴超说的那个 关于巫师和鸟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 我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会做梦 总是梦到一些那种乌鸦呀 然后还有印第安的图腾啊 这些 就是我跟我的分析师在讨论 这些梦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去告诉我说 亚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 这种连接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 印第安人会用很多这种鸟 老鹰和羽毛 来作为自己的这种图腾的装饰嘛 然后我在想就是 可能也许就是当我们能够去 从自己的内在去探索的时候 我觉得或多或少吧 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在的这种 巫师或者萨满 或者说原始人的部分的存在 然后我觉得就像安说的 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角度 或者说从一个物质的角度 没有办法去验证它的真实性 但是它在主观的纬度 或者说在我们内在的 心灵的维度却是 不断地被我们去看到 它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这样的现象 也是会不断地出现的 所以也是我们可以 去抱着一种好奇 或者开放的心态 去体验去了解这些 那它至少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故事啊 然后会让我们的心灵 变得很鲜活呀 就像安安讲的那个 那个男士的故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是可以抱着开放的态度 但是不要就是 可能有些人就信进去了 然后你信进去就在那个纠缠里面 所以但是也不要一开始就是很拒绝 很抗拒说我去听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抱着一个 类似像人类学者的一种观点 观察的态度 对一种观察的态度 然后开放的心 因为当他信进去的时候 真的觉得好像他人也是变成不真实的 都变成他的前世的一部分 因为我每次去台湾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这种多灵的世界是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生动 非常温暖的生命状态 我其实每次别人说的时候 我蛮信的 虽然我不能有这个体会 但是我是相信每个人 真的是这个世界不同的介质 在很多物体之间流动 或者很多灵之间流动 所以我觉得只是我刚好没有这个体验 但是我还是蛮信的 也许因为我信有一天 我的通道就打开了 今天在我们的讨论里面 有很多很有趣的分享 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动物跟人的这个连结 不是我们只是情感上的 更是一种灵性上的超连结 那么对于灵性 我们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也可以去好好的一个思索 也把我的经验给大家参考 那么再次谢谢惠玲 谢谢吴超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 跟动物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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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